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來到禮拜日的賽事,想跟大家聊一聊幾場賽事 禮拜日也有些大賽跑一下,我最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頭場 四班一千米的,再用A跑欄,開跑時間是1點正的 《英雄馬古浪順鋒搖本輝馬防河者要騎9檔130磅》 這隻馬沒有記錯,他應該沒試過騎一千米的賽事 我自己覺得他騎一千米都是合理的,因為 始終這些馬開始力有一點短一點,縮情跑就對他有利,但這些馬是要追一段 我感覺上,都正未是時候,你看回他今季出來跑谷槽那一場 狀態還是一般一般,未算是好的時候 雖然說下四班,但我覺得都難一點,看回他的操練 那些翻步是有點力頭的,但我覺得這場都未必這麼快得住 以後馬德力寶鋒,呂劍威馬防巴勞騎10檔130磅 那德力寶鋒,自從新馬賽,有些積之後 金季罪也是在谷槽跑過一次一千,後追上來入到第三 那來回沙田跑一千,我覺得應該都會跑的,因為你看回他新馬賽的時候都能跑到 但問題是,你對著這組這些級數的馬夠不夠用 說真的,我不是特別強組,都有一堆的質身馬在這裡 但你看下去,你選擇那隻不可擋,影疾,都好像比這隻得力寶鋒好 但我覺得這隻馬可以選擇在四重彩跟進的範圍之一 但如果你說在連勝位,我自己覺得這隻很一般 而且因為他都要留後衝一段,我覺得可能就會難一點 因為始終這場要追的馬都不少在這裡 可能選一隻萬利菲治那些都好像比這隻得力寶鋒好 影疾那些都好,影疾你這些難得與弱組,是不是應該要出頭要贏馬呢 三毛的馬利菲治,蘇惠瑩馬防賽,明小騎,5檔1.17磅 這隻我覺得四重彩,邊線是對的,因為你是預約組 雖然近將騎下去比較失望一點 你看他對上那次的職,其實是菊草職 再對上一次跑田草,他等前走,被他跟到前 他捱到第四回來,都不差的 那我覺得這些馬呢,其實會不會跟前走守好位 衝一段股威力會大一點呢 那是不是不應該自己排在前面走呢 我覺得這些都是四重彩腳,但是連贏位 我都沒有太堅固到這些馬 所以都是不打算連贏位,四重彩腳 四號馬加州威勝,高東尼馬防潘頓,14檔1.25磅 那這隻馬呢,試過五貨集 由最舊的貨開始說,11月16號,沙田蔡明小市的跑第六 那一場呢,就同了一隻朗千絲,勝出魅力 都是一些比較側身的組別 那一場呢,三馬騎下去,但是這隻馬都沒有加速下去 那表現一般般而已 11月26號,就跟一些比較高分一點點的馬試 董大飛凡銀子,又以刺激雄雲大師 那那一場跑第二 那看得出呢,十日後呢,這隻馬又突然好像進步了很多 自己主動湧上前面的,然後騎下去第二 贏這麼高分的馬,應該有些質素在 那之後這隻馬就劈上重化,12月9號 那就重化試了一貨,贏的 那那貨就輕鬆在前面走,200米騎下去就頂住 最後贏得到的 那同作是冰雪奇緣,被你參考的冰雪奇緣 那剛剛谷草也贏了 12月23號,那那貨是跑第三的 那第一名是大師級,第二名是澳油氣泡 那它是跑第三的 跟前守好位,那直路初網空都給下去的 但是反應不算太強 中規中矩 之後又在1月6號找到 在重貨,又試多貨集 那就輸一些,又收新一些的馬 東方繁華,大紅心 那... 那圓蘭上的,直路有點透出 但是就比較均速一點 那最後也是叫第三番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些馬質素都高的 潘頓又選來騎,應該... 就是加州系,可能跟他交情比較好一點 那... 其實這場潘頓要騎,也有些馬房馬可以選擇的 例如...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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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頓這場可以選擇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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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數下去也不算太多的選擇 但是他也未必要騎這隻最側身的側身馬 因為... 我想他主動去騎,很多馬房都願意被騎 那... 但是... 呃... 呃... 這隻馬他沒有抓著來操過 所以就可能... 會擔憂一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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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雜下去也算OK的 但是... 就是這種藥呢 有這麼多側身馬呢 我覺得難猜的 那暫且把它放在這裡先 分析後面那些才再談 那我買了 雲萊媽寶 熔天鵬馬房陽明令 其實7檔125磅 那雲萊媽寶就試了3貨 那1月11日其實潘頓拿了貨的 那... 呃... 但是他最後沒有要到 12月14日那貨呢 田太安市的包艇回來的 那隻馬呢 站下去呢 越跑越退 都... 還好生下 之後10月28日 梁家俊試了貨泥閘 那貨就跑第四的 那... 搶放出來但是最後都散了 那其他馬的質素都不算太高 之後1月11日 潘頓試了貨泥閘 那貨就跑第六回來的 那就... 呃... 沿途等前走的啦 但是就... 你看到他退了 那沒什麼管主力的 那隻馬呢都還很鬆散 那些都算生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馬就... 呃... 對於我來說目前制不過 都還是質身馬 那潘頓 就是他最後立的貨 就是用天鵬這些 他一定可以選 那他都沒有要到 那... 可能... 加州威勝呢 就是會... 就是... 潘頓自己平 就可能會好 那隻雲環媽阿寶 對... 對... 六個馬天竹貓啦 苗麗德馬房田丹 其實六檔被15本 那天竹貓呢 已經騎過一次了 都是騎騎田草一千的賽事的 那就斯蘭啦 那就... 一前一點就走 最後跑到第九回來 那這些馬呢 上次看下去呢 那些表現都還很生的 那... 我覺得這些三歲馬 要拿多些競賽經驗先啦 因為... 呃... 始終這組... 就是說... 那我寧願試一下 那些... 未跑過的質身馬 因為他上次跑完給我看呢 我的印象是... 就是... 已經跑... 已經跑足了 但是都... 暫時沒有什麼突出的位置 給我看得到 所以我都... 沒有選到他住了 那你看他的操練都... 都... 密手密腳的 那...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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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無似樣的 但是我就覺得... 呃... 寧願給一個機會 給其他質身馬啦 七號馬行運之神 方家帕馬防 莫雷拉騎8檔 25磅 那莫雷拉這個呢 都叫做試足的 這集 那些操練都... 正常 不算太密 那些方家帕的操練手法 那... 最舊的課先啦 10月20號 重化試了課 跑第一回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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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特別的,電腦9號,威武覺醒,正時機,五隻馬一起跑,他贏了 之後1月4號,莫奎拉試了一千的沙田閘,他贏了 沿途跟前一點醜,走了半已經透出,頂到最後贏了回來 同組都是比較側身的馬,英雄豪傑,想見你這些都沒見過,多多乾彩高符碎等等 那隻比較熟悉的觀世界,包裝必勝,但都是比較側身的馬 之後1月14日再找莫奎拉出來試貨,可能有些東西看 因為那組的馬實力都比較高,有支度載性,銀池,錄音神區,遠遠動力等等的馬 就在這裡,彎位騎下去都已經退了,這隻要進去雜箱再測試 所以都有點激烈,馬的表現突然變成很兩極 你看1月17日,莫奎拉彈了火草雜,拍了Elonbo 我覺得狀態都算還好,莫奎拉都選了續騎,雖然這場真的沒什麼好馬 坦白說,我真的不是太建議投注這場頭場 因為第一,很混亂,第二,都沒說哪隻馬真的趕得下手 甚至神操,操練,都沒什麼給你看到,沒什麼啟示 所以都難選這場,這隻暫時都列入考慮範圍 雖然最後那個貨集都很差勁 白馬,楊威四方,荷蘭馬,馮奎,都騎3檔,B15磅 這隻又是上場出來騎了一場泥地遷移 之後現在就選宿程,落回來騎1,000 我覺得這隻馬跑長一點會好過跑這個圖程 暫時上場看下去都還生生地 要看下去讓它試草地看看 我就不排除這隻都可能會跑1,000 但是就未必是最佳路程 那預料呢,它都應該會是 看回它上次跑快速,應該是流後衝一段 暫時我都覺得還生,所以我就沒有選它 九個馬全程路通,文家南馬防班 禮期12到125磅 全程路通,預料它都是留在後面衝一段的馬 試了好幾貨集,試了7貨集 先講上季,5月4日已經講了 八百塞明少試第八,太遠不講了 不詳細講了,5月22日,跑馬地都是蔡明少 也是跑第八的 然後10月19日,黎海靈試了貨八百塞田集 那貨是包艇的,沒段內閃,是退的 之後11月5日,周俊樂試了貨黎集 就好了一點點的 跑第十,名次好一點點 那一場十二隻馬,但其實你看它 都是折折向後退的那隻馬 根本還是很生的 之後蔡明少再試,11月16日 也是包艇的 都是沒段內閃,然後一路向後 就是一路退的 那這些馬尺沒有那麼長力的馬 12月14日之後再找蔡明少 又是試跑050,又是跑第五的 那起步一般的,但也叫做折了兩步 直路期內也是不多的 那1月4日,班德麗又試了貨黎集 那場跑第七的,都是退的 那這些馬,雖然做足很多功課 試了很多貨集,但都應該未達到競賽水準 所以我都,雖然這組好水 但我都未必可以選到它 十號馬,龍東傳承 丁冠龍馬,防馬亞 其實十三,斗幣十一磅 那龍東傳承 在這約組應該都有些機會 它等前走,這場步速是正常的 希望它捱到一直回來 早段不要浪費那麼多力 那這隻馬應該騎一千,路程正中的了 那你看一下馬亞 之前都幫這隻馬,等前走捱到第三回來 那希望它控制住的步速 不要跟別人鬥快的話 它有機會都捱到一隻 那我覺得這隻是可以選擇之一 十號馬,不可黨 偉達馬房,氣威心旗二檔,幣十一磅 那這隻不可黨,上場期一千已經入到Q 那叫做捱住的第二 那自己等前走 那看上去那隻馬 那周進樂門,氣威心 那這隻不可黨 預料它早期都一定是等前走那隻 那希望就跟它籠統傳承,不要燒一堆 那這隻馬,今次抽到一個差點的二檔 但應該都換到相對應的配率出來 那希望它早段用了那段 都不要浪費太多體力 那這隻馬應該都繼續有表現給大家看到 十二馬影侄,葉初和馬房 本身飛騎十一袋,幣10磅 影侄呢,上場又是快一千入Q 那後面追上來呢,那段都幾殺成的 那這場步速中等呢,我覺得追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那些側身馬呢,看上去真的不多 那不如你都要回這隻影侄吧 起碼叫做剛剛入Q的馬 那這次的檔位,又是抽回十一檔 那難道它是同一個部署 那這些馬起碼有些好處在手 你想一下那些側身馬背著125 它才背著120 那是否就是,秤落都更划算 那這些馬來到這些分呢 一定是那些分來的 之前上季、前季 那一回合都是這些分位水平的 48分贏 那你想一下現在47分 是不是應該都有些成績給大家看一下呢 那我覺得這隻影侄要兼顧著 那請讓路呢,都是叫做表現一般的馬 那一開始初出那一場一千 以為它有些東西看 那結果都好像沒什麼特別 那這隻呢,就試了幾貨集的 那看上去呢,都... 逐個逐個逐個說一下吧 那11月16號跑第四的那貨集 那沿途呢,都還是頭側很生硬的 那跑下去都還很生硬 那11月27號呢,那梁家鎮試了一貨 谷草集 那一貨到底,那好像很厲害那樣 那12月14號再試一貨,又是贏了回來的 那半路透出,那但沒段都一路耐閃的 那梁家鎮都沒有說怎樣可以捉緊到 控制到它 那之後呢,1月4號呢,就跟一些可能 都是一些側身一些的馬試 那那沒段按住回來的 純粹讓它拿一下競賽狀態 那最後一個集,我覺得你當它沒有試過算 那看上去那隻馬呢,開始叫做成熟 那些,但其實你看它都還一直耐閃 那些問題還沒調好 那這一組呢,那些對手不強的情況下 那些入到五歲馬呢,其實都有機會和你一爭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射程範圍之一 雖然覺得它之前跑得那麼差 但你看看,其實它今季初出的 不如再給它多一次機會再選一次吧 這場馬,四重彩減馬範圍 2號馬,得力寶驅 3號馬,萬里菲智 4號馬,加州威勝 6號馬,天竹貓 我覺得可以給他多一次機會 7號馬,幸運之神 8號馬,楊威四方 10號馬,龍東傳承 11號馬,不可蕩 12號馬,影疾 14號馬,請讓路 我覺得這個是四重彩減馬發位 至於排序方面,其實我就想試一試 加州威勝 始終用到潘頓 加州系和潘頓都很搭檔的馬主和騎煉組合 所以我覺得都沒什麼大問題在這裡 看一集都應該可以續有進步的空間 雖然你說三歲馬 三歲馬可能很難一出即勝 但這些就一定會換回賠率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組這麼弱的情況下 不如試一下這組 之後我想要一隻 11號馬 11號馬,不可蕩 雖然今次抽了2檔差一點 但他等前走,其實我覺得有些機會在這裡 我覺得這隻都可以繼續跟進 之後想要回12號馬,影疾 因為他又抽了11檔 有些分離在這裡 要做一個藥組,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出頭的 頭三選我都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排序 我覺得三隻都有機會可以認得到 看情況 加州威勝選了 不可蕩選了 影疾選了 即是選了4,11,12 之後就要一隻14號馬請讓路 試襲開始見好了 最後那個貨襲打算收收慢慢不讓你看 那是他一檔差一點 所以跟他在第四選上 都五歲馬,都要交代的 之後就要一隻10號馬龍東承傳 這個選擇就是這樣 龍東承傳的選法也是這樣 這次抽到13檔叫做好一點 他也是可以跟前一點走的馬 我覺得都差一點點在這裡 今場選了4號馬行頭 之後要了加州威勝行頭 4,11,12 4,11,12,14,10 4,11,12,14,10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刻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